在北美洲的击谷上漫游,感受大自然奇妙的馈赠,这一期带以近向洛基山脉的万种风情。 第一站,顺着飞沙河谷旅行,参观花旗山的故乡甘露市,这里是北美最大的花旗山产地,打卡太平洋铁路竣工纪念地最后一根丁。 这条铁路连通了加拿大东西部,第二站,抵达加拿大第二座国家公园,优鹤国家公园,还有加拿大最高的瀑布,世界级的花石遗迹,以及千变万化的梦幻景色。 穿越能拍到绝美日出的珠沙湖,打卡玛丽联邦路主演的经典影片《大江东序的取景地公河瀑布》,最后来到班福国家公园,这是加拿大第一个国家公园,游览谷地高山,冰川河流,更名草地,乘坐缆车俯瞰洛基山脉。 在硫磺温泉中享受美景,绝对是人生一大乐趣。 第三站,在洛基山脉四大峡谷之一的强斯顿峡谷中徒步旅行,在冬日,这里就是冰雪奇缘在线。 途径路易斯湖,这一块洛基山脉上的蓝宝石,就是镜头中最佳拍照背景。 探访冰川国家公园,长年不化的鸡雪,形成了一个白雪世界。 第四站,来到风景不化的维隆市,畅游加拿大的香格里拉《水怪湖》。 他命水怪的奇妙传说,在畅饮一杯世界闻名的加拿大冰酒,尽情享受独特的葡萄芬芳。